2018年,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一年之中,有诸多新机型的诞生,以及一项又一项重磅技术的面试,这一年里,都发布了哪些华为手机? 3月11华为NOVA3E高颜值爱自拍华为NOVA3E,发布于2018年3月20日,搭采5.8英寸新一代超清全面屏199修长比例单手观影更舒适,NOVA3E搭在前置24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支持新一代自然美妆算法无装圣友装NOVA3E,拥有四合一光融合技术, 提升夜拍品质,即便夜晚光线,不足自拍依旧清晰也行,搭配LCD智能补光技术,打造更均匀自然的光感 3月11华为P20系列4000万耐卡三摄AI摄影大师华为P20系列发布于2018年3月27日,技术的创新推动艺术的进步 借助华为P20 Pro的突破性变革,你也可以轻松成为摄影大师 革命性的来卡翻镜头与AI人工智能芯片,让创作变得更加简单 华为P20 Pro发布之初便以109分之高强势登录DXOMAK榜首成为拍照最强的手机 甚至被众网友称为一台能打电话的相机 3月11华为畅想8系列文不射线,华为畅想8系列共有畅想8,畅想8E以及畅想8PLUS 畅想8采用5英寸189高清全面屏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更清晰细腻 无论是游戏还是追剧沉浸式大屏都让你叹为观止 华为畅想8搭的EMUI8.0系统,支持人脸识别,时时而返,三卡槽,人脸识别,指纹4.0等特性 7月11华为NOVA33I2400万海报机自拍NOVA3,发布于7月18日,搭在6.3英流海平 前置2400万加200万高清双摄,支持放大2米,乘以1.5米高清海报4AI,识别多种典型环境 自动配置拍照参数,更高阶的美颜,让每张自拍都是海报级大片 9月11卖盲7声,而无畏加速前行华为卖盲7,发布于9月12日 搭在麒麟710,前置智慧双摄,375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支持华为QuickChange技术 随时随地都能精力充沛 10月11华为畅想9PLUS四摄全面屏手机,华为畅想9PLUS发布于10月15日 搭在麒麟710,提供了幻夜黑宝石蓝 英语粉及光子四种配色,10月11华为Mate20系列智慧新高度 华为Mate20系列发布于10月16日 是华为首款搭在7nm至成功170980芯片的智慧手机 不仅性能,能效双幅提升 双NPU使得AI算力大幅飙升 抢应速度更快,为你带来更强大,更丰富,更智慧的使用体验 华为Mate20RS保时捷设计,采用8区流畅弧线澎湃力量 与宁链美学一技呵成,对称线条分割赛道设计 演绎激情四摄的超跑基因内外兼修箱的一张 遵想定制着染品味从内到外 均采用极限的设计,与工艺带来极致的用户体验 12月华11华为NOV A44800万超广小 三摄自拍几点全面屏华为NOV A4 采用华为研发的屏下镜头技术 突破性地将自拍镜头 隐藏于6.4英寸一些一代 几点全面屏二之下 使屏幕四边完整无异形 没什么能矿注 你对世界的好奇心 左上角独特屏下 自拍镜头创造自拍黄金角度 NOV A4配备4800万超广角 三摄大幅突破手机摄影限制 随时随地捕捉精彩时刻 0.6X10 X高范围变焦能力搭配硬件机 HDR PRO5拉近距离的美 12月11华为畅想旧系列千元珍珠屏AI长续航 华为畅想旧发布于12月17日 搭带骁龙斯武林